永恒之门 第五百七十一章 威力不俗 作者 六界三道 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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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巅上 雷电撕裂声不绝于耳 除此 便是失足圣子的一阵阵闷哼 被雷电脆身 感觉可不砸好 主要是疼 比灵池酷刑更恶心 沉睡中不知做了多少噩梦 赵公子无怜悯 吵死了恋 风符来 卷着一抹女子香 乃凤舞 见赵云这般 忍不住问了一声 在练什么 太阴真气 赵云一笑 太阴真气 凤舞一步上前 窥看后 他择舌不已 还真是太阴真气 所以说 失足的圣子是个宝贝 练出太阴真气 不失为一件凶器 按他估计 威力绝不若玄黄之气 一击打出 威力定然惊人 天宗传来消息 镇摩斯在满天下抓你 折舌后 凤舞又到 意料之中 赵云很随意 他与摩家联盟一事 王阳已知晓了 以纳获得秉信 不告密才怪 天宗与皇族有太多人想他死 难得有这理由 还不吵死了整 不过 他早有对策 凤舞未多说什么 转身离去 他走后 王湛纳斯溜了上来 以彻底恢复伤势 一个劲的唏嘘 转变了整个千秋城 越看越震惊 这里 简直是固若金汤啊 这货来得快 走得也快 主要是 不想叨扰赵云 刺了 刺了 雷电的撕裂声 越发强烈 还挺顽强 赵云心中诧异 练了整整一日 也不见太阴真气有松动 不过 他丝毫不及 若简简单单便练化了 那就不是太阴真气了 越难练化 便证明太阴真气越恐怖 其后杀伤力 便越惊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 至夜幕降临 坚挺的太阴真气 才有一丝破脚 赵云眸子雪亮 既了玄黄之气和大地之力 以加持天雷之威 又给失足圣子身上 蒙了两层雷电 练得失足圣子 一阵阵的哀嚎 这痛楚 无异于八股抽筋 没办法 谁让他撞上赵云了 千秋城宁静 外界却热闹 俯瞰天穷 多见镇摩斯的人 身披铠甲 腰垮军刀 且煞气颇浓 满天地的乱窜 似是在找啥东西 找啥呢 自是在找赵公子 还有各大古城 也贴了通缉令 看个大城墙下 还真是有意思 通缉赵云的告示 贴了 是一张又一张 如今 又多了一张鸡痕的 惹了颇多人为官 神色怪异 好端端的 咋就通缉鸡痕了呢 那可是心中第一啊 该是犯了滔天大罪 这才被通 鸡 听说 连黄颖卫也出动了 人影聚集地 如茶滩九四 颇多议论声 走哪都能听闻鸡痕传说 这些十日 也数他最火了 这场通缉 又给这把火添了点油 快了 快了 山巅上 赵云南语声不断 已足足练了三日 太阴真气正被一寸寸溃败 难挡天雷的炼花 至于通缉 他毫不担忧 网羊想凭着弄死他 还差点倒横 那祸倒是淡定 三长老捋着呼吸 看了一眼山峰 这有啥 大不了不出去呗 六长老说得随意 这是一句大实话 千秋城是好地方 赵云不出去 谁也找不着他 即便找到了 也没人进得来 即便是红渊 也得在城外待着 通不通缉得无所谓 真要给惹毛了 不介意再搞出点大动静 譬如 绑票 拖 正说时 山巅传出一声轻斥 太阴真气被炼化了 成一缕黑色气 自失足圣子的体内飞出 被赵云一手抓住 放在眼前 上下左右的扫梁 太阴真气极其冰冷 虽已成他之物 都含义汹涌 若他人拿 多半会被冻死 不错 赵云一笑 将太阴真气放入了丹海 已被炼化了 这屡气对他无碍 沉入丹海中 被他真元极尽温养 化去了对他的寒意 变得温序清凉 与玄黄之气 交织飞窜 事事威力 赵云一步站定 双指并拢 豁得指向一座巨石 同一瞬 他召唤了太阴真气 自双指凤奸射出 正 太阴真气出体 自带剑鸣 从外去看 那就是一道乌黑的剑芒 一击洞穿了巨石 哄 碰 其后 赵云又接连出手 第二次 用了天雷 第三次 则用了玄黄之气 三次出手 在那座巨石上 出出了三个窟窿 无论是金色的雷电 还是紫色的玄黄之气 一火黑色的太阴真气 都急剧洞穿力 苟劲道 赵云咧嘴一笑 太阴真气的威力 比他想象中还要强 他这高兴了 躺在石床上的失足圣子 就格外惨了 气势已骤俭 脸庞痛到扭曲 且蹊跷流血 没了太阴真气 如没了精气神 不过 他还有命在 赵公子可舍不得杀他 后面还要用他要赎金 哎呦喂 大长老上来了 一眼便瞧见了太阴真气 三长老眼几手快 隔空射来 传说中的太阴真气 果然不是盖的 三长老精益 唏嘘不断 抓在手中 如抓了一块千年寒冰 冰寒之意 随之侵入体魄 要不 卖给老夫 二长老试探性道 扑 回应他的 是赵云狂喷鲜血 二长老扯了扯嘴角 不卖就不卖 咋还吐血了呢 嗯 赵云一声低音 满目痛苦涩 许是太疼 乃至心神都一瞬恍惚 亮呛一下 还没怎么站稳 差点一头栽下山巅 本是红润的脸庞 顺时煞白 本是清明的眸 也浑浊一分 还有磅礴的气血 也在一瞬间 遗落千丈 还真是 一场机缘 一场恶难 哪回都不缺场 而这次 来得尤为猛烈 不止寿源流逝 连五魂精力 竟也在衰败 这一点 看得他的神态变之 挺精神的小伙 已粘布垃圾 不对 大长老双目微眯 抓了赵云的手 其他两长老察觉诡异 纷纷上前 没病啊 梁九 才闻大长老开口 二长老和三长老 也接出手 握了赵云的手腕 足有十几顺未言语 待开口时 也是无奈地摇头 只上下扫看赵云 啥个情况啊 对啊 啥情况啊 这个疑惑 赵云也想问 不知从哪一日起 恶难总会来了 让他猝不及防 我得歇会儿 赵云捂着脑门 又一阵摇晃 晃着晃着 就一头灾纳了 精神匮乏 说些就些 也是说睡就睡 即便是睡着了 小脸之上也颇多苦楚 且眉宇间还带着病态 诡异 大长老说着 带走了赵云 赵云这一睡 便是三五日 期间 三位长老不止一次前来 也不止一次翻阅摩家传承的秘卷 到了 都未找出端倪 更不知 这祸究竟得了啥病 让人想不通 房中 静悄悄的 赵云的闷哼 时而响起 看其神态 也变得暴虐不少 又是鬼脸邪念 总会在赵云沉睡时 跑出来作乱 侵蚀赵云心 神 赵云如今的神态 便是他的神态 无论从哪看 都像个魔头 啊 小麒麟低吼 满目凶光 鬼脸邪念又怂了 缓缓退去 所谓一物降一物 就是这道理 邪念不怕赵云 却怕麒麟 胜受体内自有半生力量 刻的便是邪碎 而且这小麒麟 感知很灵敏 鬼脸作乱 他便出来护主 第九日 赵云才醒来 十几日的沉睡 他已恢复过来 但那诡异的病 至今都找不出端倪 他已习惯 连红冤都瞧不出 更莫说三位长老 怕是只有月神 才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 月神自知道 可惜 他无暇他顾 这一日 他出了不死山 也是这一日 他被镇摩斯抓了 刚到帝都门口 便被拿下了 说来也巧 抓他的人 正是他的老乡郝子兜 子兜不只是天宗弟子 还是镇摩斯的一个小统领 为了抓住鸡痕 他已守了十好几日 本来已不抱啥个幻想了 不成想 鸡痕镜子地跑出来了 跑 怎么不跑了 子兜宁笑 笑得阴森可怖 多少天了 终于逮住鸡痕了 赵云不语 只斜了这祸一眼 你哪只眼看见我跑了 带走 子兜一声笑 格外畅快 赵云懒得搭理 这般不老实 下回接着绑 没九千万 你别想回家 见你一回绑你一回 不让你压得常常记性 你特么天天蹦打 哎 急痕 镇摩斯还真捉住他了 这下惨了 见赵云被锁 帝都大街顿的轩腾 老实说 已很多天未见这祸了 如今在剑 已被戴上了镣铐 那小个头 用的还是小号的镣铐 这是人子兜 特意为其铸造的 不曾想真用上了 做梦都想收拾这货 此番逮住机会了 赵云脸皮厚 照得住场面的 扫黄都被捉过 这都小意思 不过 这愁他记下了 凡是让他不爽的人 通常都会更不爽 便如无奇 慕容 薛志 熬灭若 全都拎出来的话 各个都是人才 哪个没被他收拾过 最好都躲着别出来 出来就绑一票 镇摩斯的大牢 他是第一次来 鉴于他身份特殊 镇摩斯不敢造次 或者说 玲珑与杨玄宗 都下了死命令 捉了便好 若敢动他 会有人发飙的 不止天宗长教和红元徒 连羽灵皇妃 也会插上一手 要制裁也是他们来 未搞明白之前 谁动便找谁算账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572章 甩锅 作者 六戒三道 鸡痕 你竟敢勾结魔家 夜里的镇摩斯大堂 爆合声 铿锵有力 奶子都纳货 真把自个当线太爷了 板板整整地坐在住案前 审案醒目敲得啪啪响 主要是神态 那叫一个大义凛然 任谁瞧了 都是一个公正联名的清官 难得审一次案子 他很享受这感觉 做梦都想逮住鸡痕 做梦都想弄死他 如今捉住了 还不过一把瘾 若非上头交代 不让洞行 不然 早把鸡痕打残废了 下方 赵云带着镣铐 盘腿坐在地上 吻得一逼 对子兜的话 他全当放屁 审 你特么吵死了审 老子若悚一下 赵子倒着血 坦白从宽 抗拒从年 子兜身侧一青年 私生大喝 赵云不语 只瞥了一眼那货 就是这一眼 让青年心灵一颤 发自灵魂的战力 再不敢扎唬了 被击痕看着 便如被死神盯住了 那感觉 通体都冰冷彻骨 老实交代 免受皮肉之苦 子兜悠悠一笑 满脸的玩味戏虐 赵云懒得开口 也送了他一个眼神 没啥个杀意 也无甚凶光 毛子静若止水 可就是这么平淡的眼神 让子兜顿感尿急 嗖 莫得 一道倩吟走路 正是玲珑 真个身如鬼魅 自带梦幻意境 师祖 子都麻溜起身 也麻溜行礼 玲珑清挥手 寓意明显 疾痕留下 其他人出去 子兜深吸一口气 不得不听话 还有堂中的人 也都默默退出 玲珑就上道了 坐在了桌案前 活像的县太爷 把所有人都支走 显然是要独自审问鸡痕了 或者说 是想与赵公子单独聊聊 可知为何捉你 玲珑不废话 直入主题 说着 他还拎出了小剪刀 一边悠闲地修剪指甲 一边悠悠问道 这动作 很好地昭示了一番话 敢说谎 捡了你的小鸡鸡 不知 赵云一点不怂 听说 你与摩家走得很近 不勾当摩家 拿给你搞情报 这意思 我还得给你寄一宫呗 玲珑笑看赵云 赏几颗丹药便好 我不贪多 赵云拍了拍尖头灰尘 鸡痕 少给我东拉西扯 玲珑正色了一分 你该知道 紫衣侯正满天下找摩家人 他若轻智 可就不是这般好说好伤 凉了 白玄石 金玄中 江洪 赵云不为所动 只吐露了一个个的人名 无一例外 皆是天宗的人 是他精心挑选的 皆是外界安插天宗的探子 是时候清洗了 玲珑翘眉微平 何意 能是啥意思 奸细呗 赵云耸奸 玲珑听了 下意识起身 一步步走下来 目不斜视地看赵云 虽猜出了几分 但还是想确定一下 他知道天宗内部 有不少奸细 其他人就罢了 连白玄石也在其中 这就很吓人了 那可是高层中的高层 连他也是奸细 那得牵扯多少秘星和情报网 话可不能乱说 玲珑淡道 是与不是 一查便知 赵云拿了一部秘卷 方才说的那些 皆在其中 都是哪家的探子 又潜伏了多久 包括修为境界和来历这些 都标得清楚明白 玲珑接过 摊开来看 他的神态 也如那日的赵云 难以置信 他姓赵云 正因为相信 才看得触目惊心 特别是白玄石那三个字眼 尤为赐目 这般一个长老都是奸细 天宗还有谁可信 这 只是其中一部分 赵云悠悠道 玲珑侧眸 其他的呢 这链子 锁得我手脚发麻 赵云指 埋头扯铁链 玲珑一个拂袖 为其解下了镣铐 我就知这么多 赵云呵呵一笑 随手扔了镣铐 还有 为了搞情报 我花了不少钱 你得给我报销了 摩家人很不讲武德 经常吓唬我 整都我每夜都做噩梦 这个精神损失费 你也得给我补上 玲珑听了想笑 这小东西 讲起道理来 真特么一套一套的 嗖 又是疾风一阵 一道人影走入大堂 乃紫衣猴 身法比玲珑的更诡诀 自带强大气场 同为准天的玲珑 都倍感压抑 更莫说赵云了 这才刚站起来 又被压得作纳了 喘息都困难 若紫衣猴威压尽出 定将他碾成碎肉烂骨 见过诗书 玲珑拱手一礼 见过太师祖 赵云也拱手 即便是杀父仇人 过场还是要走的 对紫衣猴的恨 得潜藏在灵魂中 稍有透露 便会被察觉 紫衣猴不语 只看赵云 他的谋忧声哭忌 如一座黑渊 深不可测 此乃疾痕从摩家讨来的情报 玲珑见之 盲荒上前解围 递出了秘卷 紫衣猴随眸一看 饶是他的心境 都双目微眯了 他对情报 本不怎么感兴趣 但瞧了白玄石这个名 也忍不住皱了眉头 难怪 难怪大夏情报网 被打了个残废 这么多的奸细 长老弟子皆有 其中有太多 都是天宗高层中高层 不被一窝端了才怪 若非情报网受挫 他能寻不到赵家人 看过 他又看赵云 摩家身在何处 不知 赵云忙慌摇头 此话一出 紫衣猴的威压 轰然呈现 连玲珑都被推出半步 赵云更尴尬 被压得一声闷哼 显当场跪纳 嘴角还躺一了鲜血 我真不知 赵云又道 而后 他又补了一句 但我知道赵家人在哪 别说 这话已经吐露 紫衣猴的眸 顿得绽放了精芒 他寻摩家 无非是想寻赵家人 至今 都笃定是摩家 把赵家人藏起来了 在哪 紫衣猴冷冷道 不在失足 就在血衣门 赵云此话 说得脸不红气不喘 而他这个锅 甩得也是板板整整 得亏此处没有失足 和血衣门人 不然 定会指着他的鼻子大骂 你他娘的 不要脸了是吧 要脸有调用 这 会是赵公子的回答 你坑我坑你 礼尚往来吗 乔子一喉 又皱眉头 这与他所知的情报 出如貌似有点大 前是摩窟 后是摩家 如今 连失足和血衣门都牵扯进来了 谁告知你的 玲珑问道 从摩家搞的情报 赵云又眼上了 不过至今还未确定 不排除摩家甩锅血衣门和失足 我今夜 就是要找摩家再次求证的 只可惜 刚到城门口 不等喘气 就被震摩斯捉了 此货的话 说得颇真挚 也很会拿捏心里 完完全全地甩锅 紫衣侯怕是不幸 但被他这么一说 又整得云里雾里 明面是质疑 实则 是把这锅甩得更狠 倒又多了那么几分可信度 帝都 有摩家探子 紫衣侯淡淡道 有 赵云回的肯定 说着 他还随手还拿了一张字条 其上写着具体位置 紫衣侯接过 随之扶手 字条飞了出去 将人带来 别二事 堂外传来回应 有一黑袍人接过字条 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堂内 气氛颇压抑 紫衣侯不言语 便没人敢说话 玲珑也一样 这可是他的诗书 而赵云 依旧稳得一逼 各种对策各种有 不行的话 那就再换 今夜他有的是时间 不把戏眼睁 还真护不住紫衣侯和玲珑 黑衣人的办事效率 还是很高的 不消片刻 便见他归回 已查过 空无一人 紫衣侯侧谋 只看赵云 可怕威压又随之一出 先前还在的 赵云又闷哼 师叔明见 他该是没说谎 玲珑又打圆场 鸡痕被捉 整出这般大动静 怕是整个帝都知 身在帝都的魔家探子定也知 多半是听了这个消息 怕遭迟鱼之灾 这才提前跑了 嗯 这就对了吗 有些话从玲珑口中说出 意义是不同的 而赵云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给的地址不假 但里面 压根就没人 无非是逢场作戏 再让你们捉我 看 坏好事吧 为何不早说 玲珑踹了赵云一脚 明面是责怪 实则是保护 来了就被捉了 没给我机会啊 赵云一脸的冤 还敢降嘴 精神损失费 先给我 一个徒孙一个师祖 你一言我一语 如似说相声 本就幽静的大唐 嘈杂了不少 紫衣侯衣懒得听了 转身不见 硬着心灰 他眸中之光明暗不定 总觉是被魔窟坑了 或许 赵家人根本不是魔家劫走的 只不过 魔窟敌对魔家 这才想借皇族力量打压对手 反倒是魔家 按常理而言 应该甩锅魔窟才对 可情报针对的 却是师祖和雪衣门 如此可信度更甚魔窟 此猜测 不无道理 至于雪衣门和师祖 的确极有可能 明修站到暗度陈仓的事 他们干的太多了 总的来说 一头乱麻 他已分不清该相信谁了 大夏的情报网 遭毁灭打击 他这黄尹卫的统帅 也早成了睁眼下 有太多的情报 都变不出真假了 所以说 打铁还得自身硬 若大夏情报网完好无缺 也不至于这般被动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573章 打魂编 作者 六界三道 呼 见紫衣侯离去 赵云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是一片浑水 而他今夜的说辞 无疑又把浑水搅得更浑 无论是师族 血衣门 还是魔窟 都是仇家 大夏皇族 无论收拾哪个 都对魔家有利 至于紫衣侯能分辨多少 全看他倒横了 反正就是 先把字都撇清了 完了 还能落了一个功臣的美名 嗯 机智的我 近些十日 莫出踪 玲珑留下一语 转身便走 赵云快走一步追上 拽了玲珑衣角 精神损失费 方才 若无我打圆场 你能活着出去 玲珑斜了一眼 未买情报 我都倾家荡产了 赵云杂杂呼呼道 先欠着 玲珑一步踏出 瞬间没影 赵云未追 追也追不上 不过这场戏演的还是不错的 他是导演 真正的主角还是玲珑 有些个话 从他口中说出才够分量 不然紫衣猴会善罢甘休 刚出大堂 便见紫兜 纳斯的脸色 不怎么好看 本来就是 好不容易逮住这货了 还有一个大罪名 未曾料到 无罪释放了 连紫衣猴都亲自杀过来 到了都没整出大动静 赵云未搭理 一路出了镇摩斯 再入大街 行人眼神都奇怪 勾结摩家 这可是妥妥的大罪 听说连玲珑和紫衣猴都去了 这货竟啥事没有 不符合紫衣猴的处事习惯哪 还是说击痕背后 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 譬如大夏红雀 也譬如大夏红渊 今夜 赵云未去青楼 自出了镇摩斯 暗中便有人跟着 定是紫衣猴的人 怎么可能全信她的话 有些事 暗中监视为好 一个小午休 不信不漏破绽 到那时 紫衣猴才会真正出手 这一点 早在赵云预料中 出了帝都 她一路到天宗 路过玉林峰时 她去看了龙飞 还在冰峰中 睡得也够安详 清雨风上 小伙伴们还未睡 见她上来都一阵唏嘘 都已听说击痕被捉 后无罪释放 实在想不出 这或是咋忽悠的紫衣猴 幻梦也在 该是心知肚明 某人的演技 是影帝级的 明日聊 赵云笑着白手 回了阁楼 完了 便是紧锁房门 取了残破的悬甲 先前被师族圣子称爆了 修复是不可能了 得再造一剑 还有黑铁边 也得复制一把 她这很忙碌 天宗 却不平静 玲珑亲至 去寻的是杨玄宗 这怎么可能 杨玄宗的震惊声 也指玲珑听得见 瞧了奸细的名单 被惊得无以复加 还是白玄石那三字 格外的谎言 她的身份太特殊了 两人筹谋两久 并未抓人 得先筛查一番 万一抓错人了 岂不尴尬 此事得暗中进行 足三日 不见赵云出房门 林妃等人自不叨扰 逢赵云闭关 憋得都是大招 刺了 刺了 阁楼中 雷电撕裂声不绝于耳 一副悬黑铠甲 以基本成形 赵云正用雷电 配合太阴真气和玄黄之气 割那刻画密纹 或者说 是阵法阵纹 珍贵的不是材料 而是悬甲上的禁制阵法 这个过程 颇显漫长 至第九日 赵云才收手 悬甲已炼成 闪烁着悬翼的乌光 其上的密纹 一条条宛如鲜活 而后又引入悬甲 赵云化分身试验过 威力与反伤结构尽倒 不错 赵云一笑 收了悬甲 其后 便是砖打精神的铁边 他早已选好材料 那一块金色悬铁 在天雷淬炼下 筑成了铁边形态 其上棱角 都雕刻的精致 亦如悬甲 珍贵的不是材料 而是其上静制 炼制铁边容易 刻画静制密纹难 眨眼 又是九日 九日间 天宗一派祥和 然 这所谓的祥和 也只是表面上 杨玄宗与玲珑已出手了 凡是筛查出的奸细 都会让其一夜间消失 或是诛灭 又或是软禁 无人知道去了何处 外人询问 便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还真是不假 月夜下 玲珑喃喃自语 身侧的杨玄宗 也深吸了一口气 击痕给的名单 小伴都已证实 证实他们 是奸细了 至于剩下的大伴 还在挨个的筛查之中 不出意外 都是奸细 由此可见 摩家情报王 有多霸道 所以说 姬痕这条线不能断 与其自个找 还不如借摩家的力量 第九魔将的传承 专注的便是情报 有摩家相助 事半功倍 第十日 赵云出了房门 是出来吃饭的 干了两 盆的米饭 他又缩回房中 这货 哥里面干啥呢 林飞嘀嘀咕咕 不止一次扒窗户 众人也疑惑 方才赵云出来时 头发颇显蓬乱 嘴边也是多壶茶 一瞧便知 许久未曾歇息了 这般的敬业 干得定是大买卖 就在今夜了 赵云捋了袖子 干劲十足 后半夜 便闻一声嗡龙传出阁楼 砖打精神的铁边 终是练出了 相比王渣的黑铁边 这一把却是金灿灿的 通体都流光一彩 棒 为誓言威力 赵云朝着自个脑门敲了一下 感觉吗 不怎么好 一边下去 脑瓜嗡嗡的 给你取名 打魂鞭 赵云揉了揉脑袋 咧嘴直笑 他越疼 便越证明 此打魂鞭威力越强 有五魂都如此 若没五魂 挨了这么一边 该有多酸爽 事实上 他真招人试验了一番 啊 这一夜 秦宇峰上多惨叫 如苏宇 林飞 剑南 都被这货敲了梦棍 都正做着美梦呢 这么一边砸下去 炖得成了噩梦 特别是剑南那货 豪得最是霸气 被赵云敲了一边 完了 又被木招雪摁在床上一顿抱锤 不错 歪脖子竖下 笑声不断 赵云抱着打魂鞭 一个劲儿的哈气 用衣袖擦的是赠光瓦亮 这只是第一把 后面还有第二把 第三把 第四把 自家人人手一个 日后与人对战 吵死砸就好 没五魂 谁难受谁知道 来 清晨 天色还未大亮 便闻阳玄宗的召唤 赵云收了铁鞭 麻溜下山 直奔掌教山峰 刚上山峰 便见 两人坐于凉亭 其义乃楚无双 又女扮男装 咋看都像一个小书生 至于另一人 是个素衣青年 生得气宇轩昂 谋若星辰 黑发如瀑 且浑身浩然正气 除此 便是一股煞气 镌刻于骨骼中 烙印于灵魂里 只在战场才能磨练出来 天语 赵云难难道 论年轻一代 怕是 只有天语 才有这等气韵了 天宗排名第二 玉龙统帅之孙 几年前便一直在边关镇守 经战场洗礼 自他出生 便被爷爷当将军培养 不出意外 会是下任玉龙军统帅 他只听过天语名号 今日 还是投回见真人 竟从战场回来了 该是上头的命令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见了真人 他的看着格外的顺眼 赶上战场 的 都铁骨铮铮的汉子 而天语 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 师兄 闻名不如一见 赵云一笑 一步踏入了凉亭 距离近了 看得更清晰 要不咋说是上过战场的人 天语之底蕴 无比的雄厚 也是特殊血脉 赵云未曾见过 只知气血霸裂 至于修为 妥妥的地藏境 纵观整个天宗弟子 怕也只有天语 一个地藏境 排名第一的龙飞 若不动九尾话 绝非他对手 传闻成不起我 天语一笑 即便赵云返老还童 他也能看出不凡 这么个小个头 气血无比的磅礴 汗如江海 特别是那双眸子 睿智也深邃 战不过 天语心中一灵 有自知之明 击痕的威名 可不是说出来的 是一战一战打出来的 若论战绩 他是完败的 若论战力 他也自认不敌 感觉比实战更灵验 师兄夸赞了 赵云笑着 爬上了石凳 完了 还垫脚从桌上 抓了一颗灵果 天语还好 倒是楚无双 看他的眼神 不怎么和善 好好的一双美眸 却总有火苗在绽放 瞧见了赵云 便不自觉地一起那夜市 险被这祸强暴了 不能总记仇 赵云撇嘴 一直以为 是因心踪大比呢 也怪玲珑 没有把话说透 若知道真相 他心里多半会好受很多 差点玷污楚无双的清白 打一顿都是轻的 打死了才解气 掌教换我们来 啥事儿 赵云啃了一口灵果 看向两人 两人皆摇头 不难得见谋中皆有忧虑 朝堂不太平 边关不和睦 各国也不安分 因红渊老祖根基遭损 怕有祸事要降临大夏 赵云自是懂 赤燕女帅已回归边关 多半有战事 而近日的天宗 也是暗潮汹涌 鬼名 无眉老道和幽权老祖 还在不断派人进来 修为皆不俗 夺身居要职 明摆着是来夺权的 红渊能复原还好 若是一直诟病在身 大夏不换天才怪 说话间 杨玄宗来了 见过长将 简直 三人皆起身行礼 杨玄宗摆手 温和一笑 师伯找我们来 赵云开口 试探性地看杨玄宗 杨玄宗深吸一口 只说了三个字 入魔土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574章 玉绝 作者 六介三道 入魔土 赵云三人闻之 皆是一愣 魔土可不是啥个好地方 与魔宫 魔殿 魔窟 魔家 魔山 同为魔玉传承 且是魔玉传承中 最强大的一脉 只因魔土的深处 便是曾经的魔玉 藏着魔玉遗址 只不过 魔土早被大厦灭了 如今被镇摩斯 捐进占领 平日 专供天宗弟子 历练所用 魔土内 藏着不少宝贝 与机缘 自然 也伴随有 颇多的凶险 昔日天宗 108个真传 葬身其中 便是很好的例子 他们不曾想到 杨玄宗 竟是让他们入魔土 进去找一物 杨玄宗道 找什么 赵云下意识问了一句 长生不老丹 杨玄宗未隐瞒 听了这话 还在与诅咒对抗的月神 回眸瞟了一眼杨玄宗 长生你妹的不老丹 这世间根本就没有那种丹 咋还忽悠后辈呢 月神门清 赵云三人 则相互对视了一眼 相传 世间有那么一种神奇的丹药 吃了一颗 便可长生不老 也便是长生不老丹了 无人见过 原因那只是一个传说 至于吃了 是否真能长生不老 至今也无人知晓 魔土中 有长生不老丹 天宇试探信道 半月前 魔土经线意象 有丹香散出 浩如汽海 杨玄宗说道 雨林黄飞 曾登高远观 凭意象认出 乃传说中的不老丹 即使认出了 为何不取来 楚无双疑惑道 先后 派了颇多长老 深入魔土 却是无一人出来 杨玄宗到 三五顺之后 才深吸了一口气 其中 还有三尊准天境 此话一出 赵云的眼神斜了 准天都跪了 你是让俺们去送死 我们仨 修为最高的天宇 也不过地藏一重 进去当炮灰 楚无双和天宇也干渴 意思差不多 我以为 让天武静静去 比俺们靠谱 赵云揣了揣小手 魔玉遗迹举魔土不同 不看修为看年轮 杨玄宗解释道 啥意思 睿智如天宇 也有点梦了 魔玉遗址中 残留有一宗 颇古老的仙镇 年岁超过二十的 谁都进不去 这也是红渊老祖 一直未曾涉足遗址的原因 并非不去 是年岁超了太多 杨玄宗到 此秘兴先有人知 三人闻之 心尽骇然 不灭魔君 还真是逆天啊 都灶灭这么多年了 所残留的仙镇 竟还有如此强大伟力 连天下第一的红渊 都束手无策 由此可见 不灭魔君有多强 难不成已超越天武 是一尊无上的仙 还有不老丹 是谁炼制的 在他们看来 多半是魔君的手笔 多少岁月了 有关魔君的传闻 颇具神话色彩 能一统天下 他是一尊货真价实的雄主 如今的己脉魔玉传承 还得顶格的恐怖 连大夏龙巢 都为其专门建立正摩斯 可见 底蕴有多强 实在无人可怕了 杨玄宗叹息道 三人漠然 听得出掌教话中无奈 在掌教看来 如今的大夏 年轻一代中 实力超强 又值得信任的弟子 怕是只有他们三个了 至于星魂 大夏红雀曾严令禁止过 不得让他靠近魔土 弟子貌妹问一句 是为谁取不老丹 赵云问道 楚无双和天羽 也纷纷策谋 也很想知道 红渊老祖 杨玄宗道 老祖须不老丹 恢复伤势 赵云听了沉默 讲真 杨玄宗的话 他也只信一半 不老丹的能力 是长生不老 其范畴是在寿命领域 还能疗伤 还是说 红渊寿元将终 楚无双和天羽也沉默 他们想的也不少 如今大夏局势紧张 可谓内忧外患 皆因红渊老祖伤重 红雀一人压不住场子 须红渊老祖再重回巅峰 不然 可就不是死一两个人 那般简单了 若寻到不老丹 真能救老祖的话 我等愿走一遭 两人接到 楚无双说时 还不忘看向赵云 俺们俩都表态了 就差你了 赵云眉宇微皱 倒不是怂了 而是他与天羽和楚无双有不同 他这还肩负着使命呢 救父亲 救娘亲 救妻子 进去若是出过来 岂不扯 但了 再说了 他与红渊是敌是友 还不明确 这若救了红渊 这若他年与红渊对上了 这不是 再给自个挖坑吗 摩浴遗址中 或许有菩提花 杨玄宗捋着胡须道 这话 自是说给赵云听的 知道赵云在找菩提花 至于为何此刻说出 目的昭然若揭 别说赵公子听了 真就抬了小脑袋 目不斜视地看杨玄宗 眼神寓意也明确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若拿这个引诱我去 老子是要骂娘的 黄飞亲言 有六成可能 杨玄宗出口 就是大实话 好 赵云想都未想 便应允了 莫说是六成 即便是一成 他也会走一遭 哪怕是刀山火海 如此 各自准备 三日后出发 杨玄宗到 话落 三人接起身 击痕留一下 杨玄宗温和一笑 天宇和楚无双位多言 拱手离去 两人走后 杨玄宗才看向赵云 还能否联系到魔家 看情况 赵云一生干咳 若是可以 便替本尊传个话 他魔家的情报 天宗全要了 价钱不是问题 杨玄宗不废话 开口即重点 大夏如今的情报网 烂得一塌糊涂 莫说紫衣猴 连他这天宗长教 也是个睁眼瞎 天宗这么多奸细 已被渗透的千疮百孔 得尽快整治了 内忧外患 已早不宜迟 先把自家稳定了最要紧 省得打仗时 后院再起火 比起自个找奸细 寻求魔家买情报 貌似更直接 这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尽量联系 赵云点头 心中已有计较 有关血衣门和师族的 他会优先考虑 有那么些个据点 他们不敢动 不代表皇族和天宗动不了 省得有事没事跑出作乱 赵云也走了 身后 杨玄宗则与众心肠的捋了胡须 能做大夏天宗的长教 他可不是傻子 魔家 魔家肯将情报给积痕 便证明 积痕与魔家关系匪浅 要知道 有些个情报拿钱是买不到的 譬如魔家 情报便是本钱 在关键时刻 那是能救命的 这边 赵云一路到山脚 达老远 便见楚无双 在十街前等待 显然是在等某人 搁着楚着坐肾 赵云揣着小手道 陪我逛街 楚无双淡淡道 啥 陪我逛街 不去 我知道 谁有天眼秘书 楚无双又补了一句 去哪逛 赵云又折返了回来 一脸笑呵呵 楚无双见了 忍不住想笑 真不知这货是啥个脑回路 在他眼中 貌似宝贝比美女更重要 听了天眼秘法 瞧那俩眼 赠光瓦亮的 他有理由相信 此刻把秘法给击痕 这货扭头就跑了 跟上 楚无双迈开了帘布 赵云也敬业 小短腿嗖嗖的 紧跟着楚无双 生怕这娘们跑了 主要是怕天眼秘书跑了 也不知从哪天起 赤业女帅的侄女 性格变得有点狂野 都来邀请她逛街了 事实上 这姑娘是怕进了魔土回不来 所以 有些事还是提前做得好 譬如 领着某人上街溜达一圈 逛街也好 约会也罢 姑姑走时说了 人生苦短 莫留遗憾 赵公子就没想那么多了 满脑子都是秘书 老实说 他俩不怎么般配 路过一片树林时 撞见了苏宇和司空剑男 俩或揣着手 蹲在石头上 也不知在干啥 瞧见赵云和楚无双 都来了这么一句 型号不般配 而后 两人又补了一句 更有学问的 他们目送下 赵云与楚无双 渐行渐远 一路出了天宗 直奔帝都 逛街吗 帝都距离最近了 也不过几十里 眨眼功夫就到了 你说的天眼秘书 在哪 如这问题 赵公子一路 已不知问了多少回 除了秘书 你就没点别的想法 楚无双斜了这回一眼 赵云低了小脑袋 看了看自个的小胳膊小腿 条件不允许啊 楚无双被逗笑了 走入了息嚷的人群 赵云忙慌跟上 就像一个小跟班 可不能乱走 街上人多 一不留神 会踩到她的 也得瞅准方向 可不能被楚无双拐家里去了 她是个记仇的人 搞不好又给她一顿暴走 裴姑娘逛街 少不了买衣服 两人兜兜转转 进了桃花阁 这是桃仙子的服装店 每一件衣裙 都绣有桃花 用的是双缝针法 厌绝天下 秀得栩栩如生 今日桃仙子得空 在店铺中 楚无双进来时 她正拿着一部古书翻阅 丫头 一个人啊 桃仙子轻语一笑 这还有一个呢 赵云跳了一下 露了半个小脑袋 桃仙子见之 一身干咳 也不知是她的柜台太高 还是这货个头太低 愣是没瞧见她 也或者是她看书看得太入迷 俨然忘记了感知 楚无双眼嘴一笑 去挑选衣裳了 前辈 听说你与扇凤芙蓉很熟 这边 赵云搬来的小板凳 双脚踩在上面 双手扒着柜台 依旧指露了半个小脑袋 大眼扑闪地看着桃仙子 丹凤芙蓉 双凤桃花 整个大厦都知 桃仙子一笑 那她为何被关起来 赵云又问道 不该问的 最好别问 桃仙子一声轻语 听外人说 她得了重病 身体康健 哪来的疾病 赵云随口一问 桃仙子也是随口一回 说过之后 才觉不对 这小家伙 好像在套她的话 这让她不由多看了赵云几眼 几横貌似对芙蓉很上心 便如第一次见识 一旦说起芙蓉 几横那俩耳朵 救赎的格外板证 如今再见 又跑来打听 哪能不起 好奇 赵云呵呵一笑 转身走开了 她是在套话 也的确套出了有用的信息 娘亲很好 至少没生病 还是她道横不计 明知娘亲被关在行塔 却愣是束手无策 这件如何 楚无双已换了一件 自内走出 她长发披肩 容颜绝世 配合桃仙子的霓裳 更是美不胜收 乍一看 还以为是画中走出的美人呢 身姿曼妙 自带偏仙意境 不染尘埃 宛若下凡的哲仙 一平一笑 都格外的迷人 挺好 赵公子的评价 还是很官方的 橱双白了她一眼 照了一下镜子 便又进去了 在出来时 又换了一件白色的霓裳 原地转了一圈 香气四溢 皎洁如鲜 美不美 不穿更美 别问 问就是这句 两人的对话 听得桃仙子失笑 楚无双的脸颊 则印了一抹红霞 灵彻的美眸 又燃起了火苗 这货耍起不要脸来 是真个欠奏啊 白瞎那可爱的小脸淡了 瞪了赵云一眼 楚无双又回了换衣间 女的 是不是都喜欢买衣服 赵云抱着酒壶 一个人搁那嘀咕 如幻梦 如柳如月 逢逛街 必去服装店 一事就是老半天啊 等得她都瞌睡了 这位 貌似也不例外 前前后后 足试了几十件 就这 还搁那挑呢 笑得奄然 好像 很享受这等感觉 嗯 正打瞌睡时 她突闻魔戒一颤 准确说 是魔戒中有一雾颤了一下 看过 才知是一块青色玉佩 那是西陵 临走前送她的 一直放在魔戒中 平平静静 今日却莫得颤动 且还闪烁了悬翼的光 前辈 走 她 呃 然之际 又有人走入桃花阁 那一女子 子一飘飘 容颜不算绝世 却也有倾城之姿 她并未见过 该是帝都中一个家族的掌上明珠 举手投足间 净显高贵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子一女子的腰间 挂着的一块玉佩 也是清脆透亮 时而闪烁一抹光泽 与西陵送她的那块 一模一样 连旗上的花纹 也是一般无二 搞不好 还是一对 不然 也不会相互起反应 说相互起反应 并不确切 她这块有反应 子一女子那块却安静静的 想想也对 她这块在魔戒中 有魔戒禁制阻隔 能感知外界 另一块吗 却不能感知魔戒里的东西 击痕 与陶仙子打过招呼 子一女子瞧见了赵云 这可是个名人 先前一张大众脸 不怎么好认 如今反老还童的形态 一眼可洞悉 这件如何 恰逢楚无双出来 又换了一件 无双 见了楚无双 子一女子又一愣 若未猜错 击痕是陪楚无双来买衣服的 翘楚无双笑的嫣然 让她有些不习惯 她记忆里 楚家的掌上明珠 从来都是清冷淡漠的 何曾对男子流露过嫣然 更莫说曾在心中 大笔抱摔她的击痕 她俩凑一对了 还是说 我闭关太久 错过了精彩剧目 秦师姐 走 楚无双的笑 含蓄了不少 走 走 子一女子一笑 秦师姐是吧 赵公子凑了上来 拽了拽子一女子的衣角 个头太低 只能仰着脑瓜说话 子一女子低头时 正见她一脸笑眯眯 那俩大眼 都弯成月牙状了 这让子一女子更不自然 总觉这获笑得很不正常 你这玉佩 可慢 赵云指了指 青色玉佩 秦师弟若是喜欢 拿去便好 子一女子倒也慷慨 随手摘下 也不是啥个贵重物件 她不心疼 总不能真在这奖价钱吧 多谢 赵云伸手 麻溜接下 完了 便窜到了里面去了 寻了个舒服地儿 抱着玉佩上下扫凉 时而还哈一口气 用衣袖擦拭一下 时而敲一敲 很是清脆 敲着敲着 图有变故 她小身躯一颤 体内有力量流逝 是寿元 稀里糊涂的 就流走了三五年 整得她一脸猛逼 砸又来 隔三差五地丢寿命 即便她生命力旺盛 也架不住这么走啊 有了机缘 乃能没恶难 月神回眸一看 看得是青色玉佩 如赵云所预料 那两块青色玉佩是一对 也的确是个宝贝 至少 于赵云而言是宝贝 妥妥的仙家之物 在仙界还有特殊名号 清爵 只不过 清爵遭了禁锢 乃至此刻还在封印状态 这件好 无暇曼妙 不远处 楚无双鱼子一女子说说笑笑 都是来逛街的 恰巧隔着遇见 自是有得聊 桃仙子也够敬业 时而开口评价一番 都天之娇女 穿啥都好看 自然 她的织的霓裳 也别有不俗意欲 配上美女脉相更加 啥病啊 乔赵云 还搁那嘀嘀咕咕 受命啊 说丢就丢 能不恶心吗 足半个时辰 她才回过神 对青色玉佩的研究 到处都没答案 无奈 她将手中玉佩 塞入了魔界中 两玉相玉 颤得更厉害 靠近后 竟是凑成了一块完整的玉 其上纹路也各自相连 有光绽放 更有异彩喷勃 得亏是在魔界中 若在外界 定惹出一副不凡的异象 定惹来不少人为官 清诀 赵云南语 能清晰望见玉佩上的字 乃一种仙字 极其古老 凡人怕是不认的 但她例外 曾读过玄门天书的她 却能隐约认出 那绝对是玉佩二子 若她所料不差 应该是玉佩的名字 她看时 玉佩已湮灭光辉 到了她为弄清旗内玄机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575章 一天换地 作者 六界三道 帝都大街 赵云与楚无双 走走停停 赵云一路揣着小手 一门心思的 像天眼秘书 身侧的楚无双 今日颇显不同 比平日活泼 也多了些欢声笑语 陆遇的不少熟人 都神态错愕 楚家的掌上明珠 清冷淡漠 何曾这般嫣然 逛街嘛 也要看跟谁逛 换作蛮腾 她多半 已跑没影了 这一日 恍似比想象中要短暂 至少 于楚无双而言 过得很快 自出生 就属今日活得最轻松 或许这便是 姑姑所说的洒脱 月夜 悄然间降临 两人走上一座拱桥 心灰璀璨 月光皎洁 从这望看 能见万家灯火 还有一层云雾 缭绕其中 阴晕朦胧 目着月光 竟还有一丝梦幻的意境 连人都比原先鲜活不少 楚无双看得眸光迷离 身侧的赵云 则搁那打哈欠 殊不知 某位姑娘 颇想找个肩膀靠一下 可惜呀 某人个头太低 着实不衬紧 抱抱可以 靠一下就算了 小肩膀小得太可怜 你说 我们能从魔土中 活着回来吗 楚无双默得一语 交点保护费 我罩着你 赵云拿了灵果 吃得正香 楚无双斜了一眼 转身下了石桥 赵云麻溜跟了上去 天眼秘书来 楚无双没回应 只管走他的 这货 还真是满脑子秘书啊 两人在现身 哪一间不起眼的杂货铺 店铺老板 哪一个白发老玉 两人进来时 他正搁那颗木雕 好思认的楚无双 见了便温和一笑 倒是赵云进来时 他一顺侧谋 这么个小家伙 粉嘟嘟的肉乎乎的 气血这般磅礴 生命力如此旺盛 是天宗击痕无疑 不曾想 竟与楚无双凑一块了 准天静 赵云见了 心中一惊 还真是 人不可貌相啊 这么一个不起眼 又看似普普通通的老婆婆 竟是一尊准天静 奈何年事已高 气血已见匮乏 该是寿缘无多 婆婆 楚无双恭敬地行了一礼 见过前辈 赵云站定 也颇懂礼数 且先坐 很快便好 老玉笑得慈祥 一刀一顿的刻木雕 刻得该是一个个士兵 或穿铠甲 或腰胯军刀 或骑马驰骋 每一块 都刻得栩栩如生 煞气 赵云南语 自老玉体内 嗅到了一股比赤业女帅 还重的煞气 只在战场上 才能魔力出来 也便是说 面前这个老婆婆 上过战场 且不止一次 一两年的岁月 磨不出如此浓 后的煞气 可知他是谁 楚无双用的是淳语 谁啊 赵云策谋 也颇想知道 姑姑的师叔 前赤燕君统帅 楚无双道 难怪 赵云心中唏嘘 难怪煞气这般重 说话间 老玉已放下了刻刀 完了 将刻好的木雕 摆在了木架上 乔木架上 木雕有很多个 清一色的士兵 无需去问 都是他的战友 多半已战死沙场 赵云看得心境悲凉 这个老婆婆 也曾风华绝代 奈何岁月如刀 曾经驰骋江场的女帅 已是风竹残年 守着店铺 用刻刀缅怀 争容岁月 那一块块木雕 便是他最宝贵的技艺 待收谋 他取了一部古卷 多谢前辈 赵云 忙慌起身 老玉是地向他的 秘卷已有些年月 颇显古朴 其上赫然四个大字 疑天换地 也不知谁人所写 自有一种苍境的意韵 待翻开来看 他眸光亮了 这秘术很势不凡 以天眼瞄准对方 便可与之置换位置 大千事件 无奇不有 大略看了一番 赵云心中择舌 可置换位置 能逃顿 也能用来阴人 很实用啊 美中不足的是 此法该是太反常规 乃至不止要消耗同力 竟还需消耗受援 自然 也要看对谁用 如楚无双这种 基本能置换 如老玉这种 货真价实的准天境 底蕴太强 他是挪不动的 既是挪不动 自也无法置换 所以说 此数前提是 实力相差不大 且有距离限制 若底蕴足够 莫说人 连山都不在话下 他为细看 得回去再研究 今日没白逛 逛了一部秘法 除此 还有清觉 虽然他不知那是个啥 更不知是啥个来历 但必定不凡 抽空得找个人问问 多半射击仙 因为他自清觉之上 嗅到了一抹 不属凡尘的气息 与仙力颇向 如此可肯定 这是个贵人啊 赵云策谋 看了看楚无双 楚无双则扶手 取了一方玉盒 虽是密封者 却难掩丹香 一出来 绝对是一颗丹药 地像是白发老玉 应该是一颗续命的丹药 到日子了 要事无力 老玉笑着白手 又推了回去 楚无双清明嘴唇 这个老婆婆 不止受缘将终 还受了很重的伤 皆是当年在战场所留 是为救她的姑姑 挨了天舞镜的一击 那种伤 是无法复原的 丫头 再让婆婆好好看看你 老玉伸了手 轻轻扶着楚无双的脸颊 就像一个老奶奶在看孙女 和蔼可亲 也颇多溺爱 那一双浑浊的老毛 藏着一抹不舍 良久 她才收手 而后 便摆了手 楚无双欲言又止 还是默默退去 赵云拱手一礼 也跟着出了店铺 杂货铺不远处的石碑下 楚无双又定身 以石碑遮掩了身体 静静望看杂货铺 赵云不解 就蹲在她的身侧 不知这姑娘在看啥 瞧那眼神 颇多悲凉之意 让不觉以为 她藏着故事 不久 老玉出了店铺 赵云皱了皱眉 不怪她如此 只因老玉换了装束 先前身着素衫 如今身披战衣 打老远一丑 那就是一个女将军 背影虽苍老 却英姿萨爽 她要上战场 赵云心中一语 才明白 老玉方才的不舍 以及楚无双此刻的悲意 也不知是边关战事紧急 还是老玉放不下 要拿沙场做归宿 战马思铭声 随之响起 老玉策马奔驰 渐行渐远 曾有一瞬 她有回眸 看了一眼石碑 好似知道楚无双 躲在后面 又露了一抹慈祥的笑 她这一走 便是永别 会埋身在沙场 楚无双的眸 多了水雾 朦胧了视线 老实说 这是赵云第一次见楚无双哭 不知何时 她才转身 消失在了街头 赵云深吸一口气 也踏上了归途 心境有些沉 谁言女子不如男 如老玉 苍老的心 依旧藏着一抹烈性 是保家卫国的信念 回了清雨风 众人已睡下 赵云关了房门 盘腿在场 移天换地的秘卷 随之被取出 摊在小腿上 静心地研究 先前只是大略看了一遍 并未参悟 此番再看 又是另一种心得了 置换位置的秘法 也是涉及空间的 与顺身道理有点像 凡是涉及空间 都很霸道 这类秘法 一般用不了的 至于它 是个异类 有再生之力撑着 被空间所割裂的伤痕 很快便能复原 换作普通午修 用此法就是玩命 怕是不等换位 便被空间劈死了 霸道的秘书 对施术者 通常都很危险 残破的 仔细研究后 赵云下了这定论 此 秘法 并非完整无缺 也便是说 会有诟病在其中 需他参悟 也需他演化 设计了空间 可不是闹着玩的 得悟透了才行 说悟便悟 他威闭了双眸 尽心参研 他这一作 便是两个日夜 期间 杨玄宗和玲珑都曾来过 是为情报 也是为看击痕的状态 毕竟 还有一日就要入魔土了 他三人 肩负的是巨大使命 此事 绝对属高度机密 整个大厦 知此事的 绝不超五人 鬼明等人 也不安分啊 玲珑一语沉吟 多半查到了什么 此话 只杨玄宗听得懂 魔玉移植有意向 搞出了颇大动静 不止与玲皇妃忘见了 太多人都忘见了 其中 就包括鬼明那三人 皇妃能认出 他们会认不出 定也会派人进去 找不老丹 除此 还有各大势力 如血衣门 如失足 定也有动作 如此 任务很是艰巨 这深夜 赵云才缓缓开谋 参悟了两天一夜 偶有所得 也悟了几分精髓 远没有悟透 这秘书乃是残破的 不止要参悟 还要推演 能悟到如今这个级别 他已足以自傲了 如他 都悟得这般费劲 更遑论他人 出了房门 他立地站定 随之 天眼开启 瞄准了一张石桌 移天换地 随他一声轻斥 搜的一声消失 与他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石桌 他们的位置 一瞬互换 而赵云的形态 也不是一般的凄惨 同力耗了得干净 连寿源也流逝 不止眼角溢血 嘴角也鲜血躺溢 还有其身上 大大小小的雪鹤 不下几十处 皆是空间的割裂 伤口引有空间之力 再生都很难复原 主要是疼 很疼 第一次尝试 算是成功了 然 想要用于实战 还差太多 好秘法 赵云笑着 擦了嘴角鲜血 这一瞬 他脑洞大开 下意识看了一眼 剑男和昭雪那座阁楼 你说 若是他俩那啥时 突得与剑男换个位置 会是啥个局面来 与剑男换没意思 要换 就与昭雪换 月神的脑洞 比他的还大 擦枪走火 尴尬的不行 要来就来刺激他 要回家吃团圆饭 提前更了 新的一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五百七十六章 魔土 作者 六界三道 清晨 何旭阳光倾洒 赵云准备好了行囊 独自一人离去 三天两头的下山 这回要走多久 恰逢苏语出阁楼 打着哈欠问道 不远处还有剑男 粘不拉几的 一手还捂着老腰 八成是昨夜用力太猛 一不留神 闪了腰 剑男问的 也是同样的问题 很快 赵云随口一说 背对两人摆手 渐行渐远 未到山脚 大老远便瞧见一道倩影 乃幻梦 于台阶前翩然而立 见他下来 才赢了上来 你是要去摩土吧 摩家果然消息灵通 赵云笑道 别去 幻梦拽了赵云一脚 摩土飞扇地 摩玉遗址 更是凶险万分 我必须去 赵云深吸一口气 眸光坚定 有无不老单 他并不在乎 有就尽力找回来 他要的是菩提花 柳如星海 等着他救命呢 哪怕只有六成可能 他也要闯一闯 刀山活海也会去 幻梦欲言又止 赵云的秉性 他还是知道 一旦认定的事 谁都拉不回来 这个拿好 执拗不过 他取了一部古卷 更准确说 乃是一张地图 哪的地图呢 自是摩土的 自然 也涉及摩土深处的摩玉遗址 但并非全部 因为这地图 根本就不是完整的 摩玉覆灭太久 太多秘卷都失传 摩家也只有这残破的地图 幻梦说道 多谢 赵云当即结果 或许 这也正是杨玄宗 选他入摩土的一个原因 知道他与摩家关系匪浅 定会有人赠地图 如此 活着出来的几率就更大了 算计也好 无奈也罢 于他而言 无所谓了 只要能寻到菩提花 被人荡枪使他也愿意 我送你 好 简单对白之后 两人连媚而行 践行是不对便出来 里面真的很可怕 天宗的命令 做做样子便好 今日的幻梦 像一个画牢 走一路说一路 多是嘱咐的话 身为摩家人 又专注情报 自知摩玉遗址的可怕 一定意义上来讲 比境地更诡诀 摩家先辈早有一言 万不可入摩玉遗址 连大夏洪渊都进不去的地方 可想而知有多惊人 不灭魔君虽葬灭了 可他留的后手 一样威慑后世 明白 赵云笑了笑 不是与你说笑 幻梦白了一眼赵云 摩玉遗址中 真有长生不老丹 赵云道 不知 幻梦轻摇头 大长老说过 不灭魔君 当年未给妻子魔后续命 的确炼制过不老丹 至于是否炼成了 外人无从得知 连魔君做下九大魔将也一样 看来 魔君也是性情中人 赵云语重心长道 说话间 两人已到掌教山峰 幻梦送到这 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临走前 还给赵云的小额头 印了一抹红唇 恰巧楚无双路过 板板正正斜了某人一眼 身侧的天羽 则一声微笑 赵云不以为然 迈开了傲娇的小脚步 山上 杨玄宗已在等待 逼二 同样在的 还有玲珑 此刻退去 尚且不晚 玲珑悠悠道 去 三人一口同声 楚无双和天羽 是真的要找长生不老丹 以便治好红渊 大夏需要老祖来镇场子 赵云就不一样了 一门心思想要的 则是菩提花 这些收好 杨玄宗扶手 袖中飞出了三道符 皆是储物符 其内封存着几样东西 多是符咒这些 塑形符 报符皆有 且级别都不低 自是给三人保命的 赵云他们自不客气 呱 伴着丝鸣声 三只庞大的苍鹰 落在了山巅 三人骑骑踏上 一路出了天宗 直奔魔土 赵云能感知到 暗中有不少人护送 到了魔土 多半也有人接应 毕竟 他仨是肩负使命的 是说 你说 他们能活着回来吗 杨玄宗问道 能 玲珑一字轻语 对楚无双和天语 虽不怎么有信心 但他对击痕 却自有一种 不可言喻的信念 在那小子身上 独有一份气质 有他在 便万事安好 借师叔吉言 杨玄宗深吸一口气 可千万别出变故才好 无论是赵云 亦或楚无双和天语 都是难得一见的奇才 这弱者在魔土 于大厦和天宗而言 都是天大的损失 瓜 三只苍蝇速度极快 如三道金芒 这一路 三人都很默契地保持着沉默 知道要去的是啥地方 可不是天宗弟子历练时 所去的魔土 而是魔狱的遗址 那鬼地方 可不是魔土能比的 一旦进去 就很可能葬在里面 不知何时 三人才抬谋 目所能及之地 已能望见镇摩斯的大旗 迎风狐猎 越过哪敢大旗 便是一片焦土 漆黑无比的焦土 寸草不生 有一缕缕魔物飘飞 遮了世人视线 让人不觉以为 魔物眼印的深处 藏着一尊十恶不赦的大魔头 瓜 十几个瞬息 苍蝇从天落 落下后 赵云便瞧见一个熟人 刀无痕 两人四目一瞬对视 全当不认识 以免外人怀疑 除了刀无痕 还有大批镇摩斯人 整整齐齐的方队 镇守在那片天地 这 也只是其中一个入口 从其他地方 一样可进魔土 只不过 这里更近一些 早日归来 刀无痕开口 还努力挤出了一丝笑容 三人皆点头 皆蒙了一眼 遮掩气息与尊荣的黑袍 齐齐踏入 在众人目送下 逐渐消弭在了阴晕魔物中 只剩三道模糊的人影 这就是魔土啊 赵云一路左瞅右看 魔土很诡异 这里的天与地都很诡异 如大地上的焦土 藏着一种奇怪的物质 即便埋入生灵种子 也不一定能长出植物 再仰头去看 天灰蒙蒙一片 虽是白日 但阳光极为暗淡 且越往里走 越显昏暗 如一层黑布 遮了朗朗乾坤 相比他 楚无双和天羽 就淡定多了 身为元帅的亲属 早在几年前 便来过魔土历练 只不过 是在外围历练 深处是静不得的 鬼晓得藏了多少凶险 半个时辰后 三人第一次定身 不远处 立着一座石碑 石碑颇有年月了 多有斑驳色 也蒙了不少岁月的灰尘 其上 苍净有力地 写着两个大字 魔土 石碑的四周 还有镇摩斯人出没 多是腰垮军刀 手持战戈 再来回的巡逻 来前 赵云已了解过 天宗弟子所去的试炼之地 也是分板块的 没有足够的修为 就在外面溜达就好 因为越往深处 便越危险 镇摩斯 也只是分地段镇守 以免其他势力的强者偷入 自然 这也是 为了保护天宗弟子的安全 若有危机 会有人进去解救 越过石碑 天色更昏暗 不止如此 魔物也浓厚不少 且萦绕不散 有狂风呼啸 呜呜作响 像极了厉鬼哀嚎 而赵云这一路 也见多了海谷 扮演在泥土中 多半是天宗弟子的 也或者 是外来偷入者 一不留神 葬在了这里 应该是这 赵云拿了幻梦 给的地图 看了又看 你竟有地图 天宇见了 有些诧异 楚无双还好 已知这祸 与摩家关系不一般 找摩家要一张地图 摩家该是不会拒绝 不愿意给的话 那便花钱买呗 这也得看人 如他和天宇 即便有钱 也找不到地方买 即便找得到地方买 对方也不一定卖 买的 赵云呵呵一笑 好似不完整 楚无双清语 嗯 残破的 赵云未有隐瞒 你俩多看几眼 最好记下 省得到时 迷路找不着人 当心 回应他的 乃天宇一声轻斥 继而 便是一声剑鸣 天宇拉开了赵云 一剑斩向了对面 能闻惨叫声 乃一个黑不溜秋的人 被天宇一击生批 这是啥 赵云凑了上去 黑不溜秋的人 被生批之后 便成了一滩血肉 而后化作血水 融入了泥土中 好似 从未出现过一般 此乃魔鬼 楚无双解释道 如你所见 他并非是真人 而是魔物 与煞气染了人血 所成的一种诡异形态 如这等怪物 魔徒有很多 越往深处越多 越往深处 字也越强 天宗弟子来此历练 大多都是葬在魔鬼口中的 天宇所展的这只 仅为一个小虾米 深处的才真的恐怖 原来如此 赵云难语 魔徒比他想象中的更诡异 走 天宇收剑 第一个迈开了脚步 赵云随之跟上 而楚无双 则落在最后 警惕着身后 其后 如这等声响 赵云时而听闻 在他看来 都是魔鬼 如一道道黑眼来回的窜 曾有几回 他还能清晰望见魔鬼的尊容 眸子心红 口中躺留绿油油的液体 主要是面目 猙獰的下人 真就如地狱爬出的厉鬼 宁笑的模样 森然可不 楚无双未骗他 越往深处越多 实力便也越强 还好 他们足够谨慎 配合也足够默契 一路走下来 斩了十几只魔鬼 乃至较弱的魔鬼 都不敢往前凑了 有神志 赵云挑眉 还知道惧怕 显然有些许意志 魔物 煞气 邪念 恶念 人血 或多或少 都有意识残存 楚无双清语道 深处的魔鬼 多有超高神志 有意思 赵云一声嘀咕 又画出一道分身 又 为什么说又 因为他这一路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画出一道 总得给自个留个后路 逆向召唤的法阵 关键时刻是能救命的 打不过就跑呗 小命要紧 真元不要钱吗 楚无双侧谋 斜了赵云一眼 这话不假 支撑分身存在 是要消耗本尊真元的 数量越多 消耗的便越多 真元匮乏了 还需吃药丸和灵液 来补充真元 说到底 可不就是钱吗 赵云抿了抿头发 一副神态 很好地昭示了一番话 我有丹海 任性 实则 他的力量是源源不断 奈何 楚无双和天羽都看不出 为多久 又见一座石碑 刻着魔土二字 这便证明 他仨已越过 较外围的魔土 过了这座石碑 魔鬼级别会更高 赵云约莫估计 没有悬崖八重的修为 最好别来这溜达 很危险的 好 果然 三人刚走没多远 便见一只魔鬼扑来 有人的形态 却无人之模样 生了三头六臂 且每一颗头颅上 都有三只眼 中间那颗头颅的嘴巴 还其大无比 有两根獠牙暴露在外 闪着森然的光 诸仙诀 赵云一声冷哼 一击斩灭了魔鬼 争 争 楚无双与天羽也纷纷出手 来的魔鬼不止一只 该是三人组合 只不过 第一只耐不住寂寞 跑得快了些 一个照面就被秒了 其后的两只 也是一击被绝杀 交点保护费 我罩着你 赵云脱了鞋子 光着脚丫走 以便用大地灵咒 赶至地底 若所料不差 大多数的魔鬼 都是从地底 爬出来的 至于他的话 是对天羽说 也是对楚无双说 楚无双 美眸闪烁火光 听见某人这句话 咋这么来气来 天羽干咳 则一笑而过 讲真 他与楚无双联手 都未必站得过击痕 行之一处 楚无双默默驻足 怎么不走了 赵云一边看四方 一边问道 天宗一百零八个弟子 几十个长老 大多都是葬在这片天地的 其中 就包括李玄苍 楚无双说着 拿了酒壶 撒了一片酒水 听闻 天羽也取了酒壶 赵云一如此 听到李玄苍的名 心境复杂 昔日 女帅就是让他来找李玄苍的 不曾想 葬在了魔土 乃至阴差阳错下 他败入了紫竹封门下 那么多真传弟子 得有多少魔鬼围杀他们 赵云说了一句 魔土之中 不只有魔鬼 还有很多陷阱 天羽说道 爷爷曾说过 不灭魔君的仙阵 是时刻运转的 仙级的法阵 威力无穷 仅仅是余威 都能惹天地变动 那些长老和弟子 多半便是遭了余威波及 至于是谁葬灭了 至今无定论 既败过 三人又上路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五百七十七章 外来者 作者 六界三道 好强大的魔力 赵云一路嘀咕 脱了鞋子 尽心赶之一番 脚下这片魔土 真有乾坤 好似每一粒泥粒 都潜藏着魔力 在他看来 该是魔玉传承的血 融入了大地 乃至成魔力残留 许是年岁太久 不止不枯竭 反而更活跃 大地灵咒 天宇看了赵云脚丫 双目微眯了一下 楚无双闻之 也下意识低谋 也好似听过这等咒法 乃灵族专属 带瞧了赵云的小脚丫 不免一阵心惊 真是大地灵咒 如此 两人看赵云的眼神 有些怪了 特别是楚无双 难怪这货气血这般磅礴 难怪这般抗奏 原始有外挂 通晓大地灵咒 可从大地界力量 可不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吗 败给他 不丢人 楚无双难难轻语 这么个妖孽 得多少年才出一个 偏偏 让他给撞上了 有这么多外挂 能打过才怪 嗯 现在心里平衡了 有人 赵云猛的定身 豁得开了天眼 天眼自有窥看虚妄之力 他拨开了一层层魔物 能见十几道人影 模模糊糊 距离虽很远 但他大地灵咒已有察觉 莫大惊小怪 楚无双道 该是镇摩斯的人 不是镇摩斯 赵云轻摇头 天宗弟子 皇族子弟 两人又道 说过便自觉不对劲 这个结果眼上 天宗和皇族 多半已清场 不可能再让弟子进来历练 这一路 他们也未曾见天宗的弟子 如此 只一个可能 外来者 该是布老丹的意向 搞得太大 乃至于其他势力 或者其他王朝 也都得了消息 才偷入进来 魔土很大 边缘地带任何一处 都可以失入口 即便镇摩斯阵容庞大 也防守不过来 平日里 外来者是不会跑出来溜达的 一旦 撞上镇摩斯的人 多半会被拿下 被捉走是小 若被灭了 那就尴尬了 但如今不同 布老丹的意向都出了 哪有不济于之理 偷偷混进来 也极有可能 而且 数量多半还不少 镇摩斯 怕是也无能为力 毕竟魔土太大 打着灯笼找苍蝇 可不怎么好找 还有最主要的一点 越靠近深处 年龄压制便越强 老辈根本进不来 所以说 来的基本都是小辈 不超二十岁的那种 十三个 赵云又到 我咋没看见 楚无双小声道 身侧的天羽 也是一脸尴尬 也无丝毫感知 大地灵昼 赵云只回了四个字 这门秘书 不只能吸收力量 用来感知也很好使 若非大地灵昼 他也寻不到麒麟精弹 这摩斯的人呢 赵云收谋 四下瞅了瞅 说好的镇守魔土呢 咋不见人眼了 有人偷入 速速出来抓人啊 年轮压制已很强 已到三十岁极限 天羽解释道 倒把这忘了 赵云拍了拍脑门 年轮的压制 他也能清晰感知 那 是一种很诡异的力量 看不见摸不着 却能清晰感受得到 也便是说 他们已经很接近魔狱遗址了 魔狱里的仙镇 多半已有余威蔓延到这里 也难怪瞧不见镇摩斯的人 凡是有点修为道横的 哪个不是三十岁以上的 可知是哪方势力 楚无双问道 蒙着黑袍 看不出 赵云又摇头 绕开 天羽选了一方 迈开了脚步 还未到魔狱遗址 不宜再次开战 打不打得过 暂且不说 主要是浪费时间 若让他人节足先登 岂不是扯淡 他已传讯镇摩斯 在外面多巡逻 见了外来者便拿下 无需他说 镇摩斯也没闲着 可惜啊 魔狱太辽阔 手是守不住的 总有那么些个巡逻空荡 外来者钻的就是空子 想防得密不透风 得把军队调过来才行 总如此 外来者依旧有办法进来 他们已见怪不怪 走远了 赵云看过几回 那十几道人影 已消失不见 三人也加快了脚步 肩负使命而来 可不能无功而返 啊 其后 颇多惨叫哀嚎 三人是一路杀过来的 总有那么些个魔鬼 跳出来找刺激 没能吞了他们 反被反杀 细数一下 葬在他们手中的魔鬼 已不下上百了 其中 还有颇多地藏籍 不止战力凶悍 连神志也不低 惨叫与哀嚎 其他方向也有 这让三人的神态 不怎么好看 看这动静 近来的人还真不少 乃至途中撞了魔鬼 一番薄杀 惨叫声才这般频繁 啊 越往深处走 魔鬼越多 惨叫声也越多 有魔鬼的 也有外来者的 没有足够的底蕴 来这就是找死 不用镇摩斯收拾他们 魔土中的魔鬼 就能给他们收拾的 服服贴贴 自然 也有出类拔萃者 多半已入了魔狱遗址 三人不敢耽搁 步伐更快 是一路杀过去的 又是他们 不知何时 赵云莫得开口 天羽和楚无双 也随之定身 无须赵云说 也能隐约望见 目所能及之地 已到一座有黑的山谷 也是寸草不生 能见几道模糊的人影 歌纳来回转悠 不知在 找啥 这回 三人并未躲 再绕可就远了 至谷口 十几道人影 纷纷跳了出来 接蒙着黑袍 赵云默默开了天眼 能透过黑袍 看穿对方尊荣 应该不是大厦的人 只因装束很奇怪 脑门 头顶中间 都不见头发 后脑勺却都绑了个小辫子 明明年岁不大 偏偏鼻子下面 都留了一小撮胡子 他们的刀也很奇怪 很长很窄 刀锋泼利 最有意思的是 他们的鞋子 咋看都像一块木板 走路啪哒啪哒响 你们的离开 宝贝的留下 对方为首的一人拦了路 双手插腰 牛逼哄哄 天宇和楚无双都挑了眉 竟然是找不老丹的 咋还有打劫的呢 还有 这货说话的音调 听着咋这般别扭呢 看吧 不是大厦的人 赵云嘀咕 摸了摸小下巴 大厦的人 不会用这音调说话 出去很容易挨揍 三人看时 周围十几人都握住了刀柄 意思很明显 把宝贝留下 不然 俺们可要群起而攻之了 没办法 俺们人多 就这么任性 滚蛋 赵云小手一挥 一掌抡翻了挡刀的那人 他速度极快 身如鬼魅 一步跨入了山谷 先前距离太远 看不清这些人的道横 如今看清了 修为不算低 底蕴有点渣 除了人多 没啥能唬人的 若非赶着 去摩浴遗址 他不介意把这些人 全给打劫了 嗖 嗖 天语与楚无双 也懒得纠缠 如影随形 跟上了赵云脚步 巴嘎 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这话一出 三人都停了 相互对视了一眼 又折返了回来 不知为啥 听见这俩字 火气有点大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578章 打十个 作者 六戒三道 巴嘎 见赵云三人折返回来 十几个黑袍人一涌而上 激励咕噜说了一通人类听不懂的鸟语 完了 便堵住了骨口 拦住了去路 一副要将三人团灭的架势 都别拦我 我要打十个 赵云捋起了小袖子 火气滔天 剩下的三个 我包了 天羽拎出了杀剑 气势汹涌 楚双看了看赵云 瞅了瞅天羽 你们都打了 我干啥 你放风 两人虽未言语 神态代表一切 也对 打人这等技术活 男人来便好 女人一边待着去 楚双也懂事 真就退开了 杀 第一黑袍人抱贺 一刀劈向赵云 赵云看都未看 一个侧身避过 一指 戳向其眉心 然 这么一瞬 他突厥一股可怕的 禁锢加持在他身上 乃第二 和第三黑袍人施术 动了束缚之法 只为给第一黑袍人打配合 而他们俩的配合 也的确很默契 赵云戳出去的一指 一瞬停滞 动作慢了半分 与此同时 第一黑袍人 一刀已至 除此 还有第四和第五黑袍人 也都记了功法 手中的刀嗡嗡直颤 劈向的皆是赵云小脑瓜 一旦命中 必被生劈 好 危急关头 赵云强开神龙百尾 破开了禁锢 也是同一瞬 他又开护体天罡 杀到的三人 当场被震翻 底蕴稍弱如第三黑袍人 半个躯体 都被震得血骨淋漓 简直 第六 第七 第八黑袍人 接连开弓 第九和第十黑袍人 则成了打配合的 动得是禁锢之法 冰盾 万里寒天 赵云一声冷斥 单手掐了硬绝 随他话落 寒风肆虐 说是万里冰风 是有些夸大了 但这片天地间 的确有寒冰 一寸寸的结出 几个黑袍人的体表 也蒙了一层冰渣 自然 楚无双和天羽 不在其内 搜 黑袍人攻伐 受阻 盲荒后盾 拿走 赵云一步追上 一记诸仙诀 秒了第六黑袍人 反手一掌 升批了第八黑袍人 第七黑袍人 也好不到哪去 被赵云一脚 生生踩成了 一堆碎肉烂骨 剩于黑袍人色变 人不可貌相 这小东西 猛得有点不着边际啊 来 赵云煞气滔天 强势无匹 七个黑袍人冷哼 皆打出攻法 七打一 不幸弄不死你 哄 碰 另一边 天羽一条三 也干得热火朝天 不难得见 天羽战绝对上风 一人锤得撒黑袍人 抬不起头 实力不济 如第十一黑袍人 半个身躯都是打成残废了 翘楚无双 真就搁那放风呢 小场面 那俩照得住 特别是鸡痕 说打十个就打十个 无人能与之匹敌 破 破 说话间 两道血光接连炸开 第九和第十黑袍人 也纷纷跪了 一人被赵云卸下了头颅 一人被赵云断了心脉 死都死得憋屈 这一仗 咋打的 一人打十个 赵云已灭了一半 啊 第一黑袍人怒吼 一刀斩出了一头黑龙 管你是龙还是虫 都给老子趴着 赵云哪生哪气的大鹤 虽是稚嫩 却霸气十足 一个小拳头 直接打爆了黑龙 连第一黑袍人 连第一黑袍人也被震得闷横后退 好 第一黑袍人退了 第二黑袍人攻来 这会有些倒横 十几个黑袍人中 他支战力可排前三 挥刀横扫 有一头赤色猛虎咆哮而出 主要是个头 其大无比 一个照面就把赵云吞了 开 赵云是条汉子 双手晴天 撕裂了猛虎 如一头蛟龙跳脱而出 一击大罗天手 从天暗下 压得第二黑袍人轰的跪地 体内骨骼噼里啪啦 还未等起身 便被赵云一箭毙命 第六个 赵云淡淡道 手提血剑 一步步走来 至此 这边的战圈 才暂时堕入平静 剩下的四个黑袍人 都在一步步后退 看赵云的眼神 满含了恐惧 真奇了怪了 这么个小东西 咋就这么能打来 至某一处 四人才定身 继而 又是几里咕噜的一通鸟语 似是在商量战术 话落 第一黑袍人咬牙开弓 其余三个黑袍人 则纷纷后退 身体竟然染生起了 若蛮疼在此 定会有一声渣呼 哇擦 他们会飞啊 赵云无视 一箭批翻了第一黑袍人 杀 第一黑袍人丝毫 震臂一挥 由漫天刀银卷来 一道道 劈向赵云 别说 这一击的杀伤力 的确有够恐怖 一般人是不敢应接的 不过 赵公子可不是一般人 还是护体天罡 强势称 其 霸裂的刀芒 打在天罡上 便如劈在了钢板上 只擦出血量的火光 根本破不了天罡防御 第一黑袍人健壮 转身便盾 竟是眨眼消失了 隐身了就能跑 赵云冷笑 三两步追上 灰箭便斩 第一黑袍人色变 还是盾得头也不回 但他体内 却有一个奇怪的物件飞出来 乃一颗乌黑的珠子 悬在了其头顶 有乌光垂落 笼罩他全身 成一层防护罩 赵云的一箭 愣是没能破开 好东西 赵云心中嘀咕 抬手补了一箭 这下 纵有珠子护体也不管用了 乌黑的防护罩 当场崩灭 连带那颗珠子 也轰然炸开 最惨的是第一黑袍人 被一箭生批 死得够郁闷 本是为队友争取时间的 不成想 这么快就被灭了 八尬 暴鹤生从天空传来 乃第三 第四 和第五黑袍人 气势相连 也顺势暴增 每一人的头顶 都演化出了一轮炙热的焦阳 昏暗的山谷 都被照明 漆黑的魔物 都被照灭 阳光飞光 更像一柄柄无间不摧的剑 太阳照射处 无差别功法 威力不俗 赵云见了 心中一声嘀咕 完了 他收了龙渊 换成了霸王弓 不知为啥 瞧见圆不溜秋的东西 就想给齐来一剑 便如那圆滚滚的太阳 他一弓搭三剑 一为天雷 一为太阴真气 一为玄黄之气 他晚弓如满月 一瞬松开 三只杀剑如锋芒毕露 逆天射上 太阴真切 楚无双难语 随之仰谋 入目 便见三轮太阳被射穿 击痕不止准头好 剑上的威力 也足够的可怕 光芒万道的太阳 皆在一瞬间破灭 破 破 破 三个黑袍人齐齐喷血 方才是牛逼轰轰的上天 如今 却如断了线的风筝 在空中 划出了一道血色的湖光 底蕴较差 如第五黑袍人 还未等坠落在地 便上了黄泉路 秀儿说 趁人病要人命 赵云很自觉 又弯弓搭建 将第四黑袍人 也一并送入了鬼门关 倒是第三黑袍人 在坠落中 尽他娘的飞走了 让你跑了 如何对得起全国人民 赵云一步踏下 也是一飞冲天 以真元幻化大手 一手将第三黑袍人 扫下了虚天 他则腿脚麻溜 掀其一步坠落在地 一手攥住了那货的手腕 整整轮动了一圈 哄 摔人的秘书 到哪都不过时 如第三黑袍人 一击便被摔 得不认得青娘了 巴嘎 让你巴嘎 赵云火气不小 一口气来了个酒帘摔 看着都疼 楚无双是看客 颇感不自然 凡是被击痕摔过的人 基本都有阴影 别看那伙个头儿小 却很好地诠释了 何谓短小精悍 那一摔接一摔 怎一个血腥了得 啊 第三黑袍人的惨叫 凄厉无比 怕是到死都没想到 竟是被活活摔死的 不可否认 今日火气是大了点 赵云深吸一口气 逼格又渐入佳境 楚无双斜了他一眼 你哪回打架 火气小过 啊 不远处 哀嚎声也够凄厉 天宇也结束了战斗 一人毙掉了三个黑袍人 至此 大战才真正落幕 这波外来者 该是很惆怅 本是打劫的 不曾想撞上钢板 且是带刺的钢板 宝贝一件没捞到 还丢了小命 你们歇着 我来 赵云收了逼格 来回地窜 仗打完了 得收缴战利品 赵公子出手 便是三光政策 能拿走的绝不客气 鸡师弟 还真是多才多艺 天宇一声干咳 瞧那娴熟的手法 便知偷鸡摸狗的勾当 没少干 楚无双就淡定了 在天宗住久了 啥奇怕是没见过 凡有人找鸡痕约驾 战后总有这巨目 战过这么多人 怕是只有他没被抢过 这边 赵云已扫荡完毕 说好的 见面分一半 到他这 就只剩呵呵了 你好意思 楚无双翻了白眼 那我不管 我打了十个 赵云揣着小手 说得头头是道 无论啥个宝贝 只要进了他的腰包 亲娘来了都不好使 这图腾 大日王朝 天宇蹲下 挨个的检查 十三个黑袍人 每一个身上 都刻有一道特殊图案 行似一轮太阳 此国可不怎么人道 有关他的记载 惨绝人寰居多 说是血淋淋的历史也不为过 老夫以为 叫小日王朝更顺口 赵公子摸了摸小下巴 逼格又一次绽放了光亮 机智的我 一人打了十个 小日王朝 不是早就 被覆灭了吗 无双妹子也是有意思 赵云刚给人换了个名字 他顶番就来了 的确很顺口 这 或许便是传说中的 夫唱妇随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579章 三首魔鬼 作者 六界三道 他们还有传承在世 天宇深吸一口气 听爷爷说 其后裔藏在东海一座岛屿 专干强盗够当 每隔几年 便会自扰大厦边疆 当年 爷爷和女帅 还曾率御龙军 和赤燕军讨伐过 奈何东海太多岛屿 愣是找不着人影 这么说 咱俩立功了 上头定有奖赏 赵云笑呵呵道 奖励没你份 别闹 我打十个 无双妹子和赵云 扮起嘴来 还是很有意思的 倒是天宇 总觉脑瓜发凉 总觉自己像的电灯炮 毁尸灭迹后 三人再次上路 已足够深入 距离魔玉一记 已足够近 总觉有人 在盯着我们看 如这句话 赵云已说过好几遍 不止他 楚无双和天宇 也是这等感觉 多半是魔鬼太多了 总有那么 一两只强大的 在暗中尾随 时刻准备着偷袭 不远了 赵云看了看地图 而身侧的天宇和楚无双 则拎出了箭 要进魔玉遗址了 恶难时刻都可能降临 啊 正走时 突闻一声惨叫 三人对视一眼 爬上了一座山峰 极尽目力眺望 目所能及之地 能见三五道模糊的人影 都蒙着黑袍 自看不清尊荣 只知很强大 那么多魔鬼 而且 级别都不低 竟是被他们 一路横扫而过 魔的气息 赵云一声难语 魔玉的传承 楚无双试探性道 赵云未答话 神态代表一切 确定不是魔家人 魔家若派人进来 定会告知他 如此 只四种可能 不是魔窟和魔宫 就是魔殿和魔山 对此 他丝毫不意外 一直有不老丹意象 身为魔玉传承 怎会不派人来 搞不好 都是各家圣子青来 至于魔家 魔子还在沉睡中 短时间内醒不过来 若是醒着 多半也会来 王阳 可是你 赵云心中一领 有煞气透露 可惜 距离太远了 追尸指定追不上了 到魔玉遗址之前 最好别浪费时间 即便王阳也来了 也得等找着宝贝后再算账 三人又下了山峰 一路往里走 说是静了 但三人还是足足走了一整天 待夜幕降临 三人才驻足 再往前 便是魔玉遗址了 好强大的气场 赵云颇感压抑 总觉黑暗深处藏着一尊大魔 身侧的楚无双和天羽 神色也多凝重 他们也是头回 来魔玉遗址 果如传闻所言 魔玉遗址很恐怖 气势就够吓人 想想也对 很多年前 这里可是不灭魔君的地盘 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强 只知它坐下的九大魔将 皆是天舞镜 还曾有人说 不灭魔君的修为 超越了天舞 只不过 无人知晓真假 看过 三人才迈开脚步 入了魔玉遗址 三人便觉气息沉重 多魔杀肆虐 瞧魔雾 也更显漆黑 极大阻碍了视线 还有脚下泥土 也松散不少 依旧寸草不生 却染了一抹星红 血一样的星红 呜呜 黑暗中 似是有人无嚎 走哪都能听见 却是寻不到远处 他好似自带魔力 能霍乱心神 饶视赵云都倍感心烦意躁 连他都如此 更莫说楚无双和天语了 固守心神 赵云当即道 两人定了三五顺 都默念了静心咒 这才摒弃了杂念 赵云光着脚丫 走在最前 一路走一路赶之 魔玉的遗址 比他想象中更诡异 地底并不平静 似有活物如动 除此便是磅礴的魔力 至于那座仙镇 他至今未察觉 在他看来 该是一座完整的仙镇 至少 比布死山和千秋城的更完整 前方 有香气味飘来 三人拨开迷雾 才见识一方水潭 清澈见底 而芳香之气 便传自这 水潭的四周 竟是有植物 多花花草草 赵云俩眼珠左右的摆动 再看两侧 乌七八黑的魔玉遗址 竟有这么一汪水潭 与大场景格格不入 真个诡异 好香 楚无双上前 想走尽些瞧瞧 赵云与天羽一左一右 将其拉住 这水潭明里暗里 透着诡异 望自靠近 怕有危险 魔玉遗址处处是坑 小心为妙 哗啦啦 正看时 突闻撩动水花声 伴着此声 洁净的水潭中 竟有一朵花 傲然绽放 形似莲花 每一朵叶片 都晶莹剔透 有光滑飘飞 染得水潭 都多了一抹朦胧 哪来的花 赵云双目微眯 乔天羽和楚无双 神色就不怎么正常了 双目都呆滞了一分 脸上也多了一丝木呢 竟都迈开了脚步 要走入那水潭 不对 是幻术 赵云一声冷饰 一脚猛跺地面 顿得眼前场景大变 倒是有水潭 但并不清明 而是乌黑 水潭周围 也的确有花花草草 但每一株 都如染上了黑墨 让人不觉以为 这些植物都含有剧毒 醒来 赵云抬手 敲了两人一下 天羽和楚无双 这才恢复清醒 见此一幕皆惊异 好霸道的幻术 心智坚定如他们 竟都毫无预兆地中招 这若一步入了水潭 鬼晓得会有啥恶难 搞不好 里面藏着强大的魔鬼 说来便来 不等三人往后退 便见潭水汹涌 有一个大家伙跑出来 足有三米多高 剩有三头六臂 每一只手中 都握着一把兵器 他通体漆黑 毛子心红可怖 特别是大口 还有血色液体躺流 连鼻孔呼吸的气息 都是血色的 且自带恶臭 走 赵云想都未想 转身便顿 何须他说 天羽和楚无双 也都在顿 这只魔鬼的级别可不低 按午休的境界算 得有地藏巅峰 瞧那块头 看着都唬人 好 三首魔鬼丝毫 声如雷震 话还未落 黑色的水潭 便由海浪翻滚而出 一瞬淹没了三人 飞一般的海浪 主要是潭水诡诀 不止恶臭 还带腐蚀力 能侵蚀体魄 也能稀释真元 破 赵云冷哼 一剑劈开海浪 不等他跳出 三首魔鬼便冲了出来 战歌舞动 将其抡翻了出去 要不咋说是地藏巅峰级 饶视赵云底蕴 都被打得骨骼一阵霹雳啪啦 其后的天羽和楚无双 也被接连打退 炸死念 赵云不废话 一打暴符甩了出去 暴符炸开 炸的大地都一阵洞产 瞧三首魔鬼 躯体也被炸得血骨崩飞 诡异的是 他残破的躯体 一两秒瞬间复原了 又操动兵器杀来 比先前更暴虐 凤 天羽冷斥 单手掐硬绝 完了 便是一道虚幻的符咒 从天砸下 别说 三首魔鬼真被封了 连扬起的魔刀 都定在了半空 但这局面 前后持续了不过三分之一瞬 三首魔鬼便挣脱封印 一柄大锤砸在地上 大地裂开 三人都被震得翻飞 更甚地藏巅峰 赵云获的定身 身在魔狱遗址 这头三首魔鬼 该是有战力加成 即便来了地藏巅峰的午休 也会被其打成渣渣的 五级 光明肇事 楚无双轻雨 通体光芒四射 三首魔鬼被晃了眼 顿得一阵哀嚎 三双大幕都有鲜血躺流 楚无双的光明属性 还是很霸道的 赵云就曾吃过大亏 然 这没掉用 在魔狱遗址 魔鬼有眼眉眼 没啥个区别 好 三首魔鬼震怒 三张嘴接大张 有三道血芒斩出 封他 赵云说着 顶分就上了 强开护体天罡 硬汗那三道血芒 龙渊已在手 得把魔鬼的头颅卸下来 不然那祸不老实 封 天羽与楚无双 齐齐掐绝 施展了封镜之术 三人配合默契 三首魔鬼当场被晋 而这一瞬 赵云也杀到了 一剑斩了其头颅 可惜 天羽和楚无双的封印太弱 不等赵云斩其第二颗头颅 三首魔鬼便恢复了行动能力 一斧头将赵云批反了出去 逼我开大 盗飞中 赵云取了霸王弓 雷霆一剑射出 破 血光乍现 魔鬼第二头颅 被一剑射灭 至于第三颗头颅 赵云倒是想用顺身绝杀 想想还是作罢了 这是在魔狱遗址 到处都是坑 王牌可不能太早动用 好 三首魔鬼暴怒 直奔赵云扑来 再赏你一击 赵云砰的一声落地 抬手一道诸仙诀 此法在他手中 杀伤力颇强 魔鬼的第三头颅 也被冻穿了 轰然炸裂成泄泥 让三人发愣的是 三颗头颅都被崩灭了 魔鬼竟是未斗 且比先前更凶 滚滚魔杀 如海洋翻滚 不灭魔神绝 赵云皱眉 看出了端倪 难怪杀不死 是因三首魔鬼的体魄 潜藏不灭魔神绝的再生力量 只卸了头颅不好使 如这号的 得一路打成灰才行 辅助 赵云顺开其灵体 迎面攻来 这祸一旦开大 就没完没了了 力量源源不绝 秘书字也是成套的 刀光 剑影 拳印 铺天盖地 体型巨大 如三首魔鬼 都被捶得灯灯后退 血鱼骨漫天崩飞 风 剑 天羽和楚无双眼上道 风静不断 三人配合依旧默契 赵公子说话算话 说打成灰 真就给人打成灰了 真云无限吗 天羽心惊 这般无风顶的开大 他可受不了 仔细一想 便也释然了 有大地灵骤在 真云的确很够分量 这一点 楚无双身有感触 若非那或有外挂 行踪大笔他会输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五百八十章 树林迷宫 作者 六界三道 三头的魔鬼灭了 赵云他们第一时间离去 只因三手魔鬼的血 让这片天地很不平静 或者说躁动 特别是地底 总觉有东西要爬出来 大地灵骤这般霸道吗 天羽一路都在看赵云 施展了那么多秘书 这祸的气血 半点不见为敏 依旧磅礴四海 蓬勃的生命力 让他都备受感染 赵云只笑笑 指大地灵骤 当然不会这般 他的真元之所以这般充沛 八成是在大地灵脉 他才是力量的真正源泉 至于大地灵骤吗 他悟得还不够太深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汲取庞大的力量 更莫说支撑力量不洁了 处处是坑 楚无双则一路警惕 半分不敢松懈 先前的水潭 就是一个坑 先是幻术后是魔鬼 皆毫无征兆 鬼晓得魔狱遗址中 还有多少这样的坑 一不留神 就掉进去了 三人都小心翼翼 赵云在前 楚无双和天羽在后 呈三角形阵容 若遭遇危机 尽可攻伐 退可防守 若这也算一场历练 那便是生死间的魔力 连九经沙场的天羽 都不敢有丝毫大意 相比边关战场 这一指邪乎多了 战场大半明着来 真刀真枪地对着干 这里则不同 大多数危险 都是潜藏黑暗中的 防不胜防 前面 应该是一片树林 行之一处 赵云又拎出了地图 幻梦给的地图不差 往前几百丈再看 真就是一片树林 大老远一瞅 黑漆漆一片 皆是干巴巴的树叉 通体都是有黑 不见丝毫绿色 好奇怪地说 楚无双一路左瞅右看 树木齐形怪状 看着都诡异 对此 天羽早已习惯 整个魔土 整个魔狱一记都诡异非常 挨着溜达 得万分小心才行 一步走不好 就是鬼门关 莫乱动 赵云在前 提醒了一声 他也在看 自入了这片树林 便觉浑身凉嗖嗖 再说这些树 都潜藏的魔力 有那么几棵 竟还往外躺写 看着都渗人 走至深处 能见骸骨 在三人看来 多半是进来探宝的人 也或者是当年魔土的人 正因有亡者 这片树林才多血碎 总能瞧见鬼魂在乌侯 停 赵云说着 猛地定身 他双目又微眯 盯看前方 能见一棵树上 挂着一个人 正随着一阵阵的份 来回地摇晃 定谋一瞧 才知是个死人 没有头的死人 被铁链勾穿了琵琶鼓 挂在了树上 刚死没多久 楚无双小声道 这不难看出 瞧那具尸身 至此还躺流鲜血 失足的人 天鱼补了一句 认得失足的血气 阴寒无比 也便是说 偷入进来的 不只有魔玉传承 还有失足人 他能看出 赵云自也能看出 他好奇的是 谁给失足人挂那的 这般想着 三人一步步靠近 失足人死得很是干脆 无大战伤痕 是被人一击扭下脖子的 年岁吗 自是不大 超二十岁也进不来 此乃最大限制 走 赵云未多停留 迈开了脚步 楚无双和天羽随之跟随 不能动得绝不乱动 啊 没过多久 经文一声惨叫 并非魔鬼的 该是偷入者的 无需去看 便知是被魔鬼灭的 此遗址中的魔鬼 各顶各的墙 且有超高神志 有超高神志 伴随而来的 便是超高的斗战心境 如此 战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树林 没出口吗 如这句话 楚无双已不知说了地几遍 不止他 赵云和天羽也想问了 走了几个时辰 连魔鬼都遭遇了十几波 依旧未走出去 从地图上来看 没这么长路程啊 无奈 三人指的继续前行 待再次定身 三人都皱了眉头 不远处 还是那棵树 还是那句无头死尸 咋又转回来了 天羽恶然 这树林 应是一个迷宫 赵云一语沉吟 话中寓意 两人都听得懂 与其说是迷宫 倒不如 说是一座迷宗阵 总有诡异的力量 驱使着他们来回转 转着转着 便又转回原地了 久而久之 自个都会怀疑人生的 楚无双干渴 天羽也干咳 干杖可以 对阵法就一窍不通了 赵云仰谋望天 能见漆黑云雾遮掩 只能望见一轮模糊的圆月 至于星辰 压根就看不见 想凭星象认路 怕是有点难 So 赵云扶了手 一柄飞刀朝天射去 飞刀上挂着一道符咒 妥妥的雷光符 于半空中爆炸 将朦胧的云雾 炸开了一片清明 但很快 云雾又聚拢 这片天地又成昏暗 如何 楚无双问了一句 没咋看清 赵云甘笑 扶手又甩出一柄飞刀 轰 碰 这道雷光符炸开 似有回音 三人听了 都下意识策谋 那不是回音 是黑暗的深处 也有一道雷光符炸开 从 这去看 还能见那方天空有火光绽放 若所料不差 被困在这树林的 除他仨还有别人 而那人 多半也想凭星象变路 才用雷光符 驱散遮掩的魔物 有人过来 六个 赵云必谋 以大地灵咒感知了一番 这在他预料中 他们能凭轰隆与雷光符 确认 此树林有其他人 对方一样可以 该是听见了动静 正往这来一探究竟 嗖嗖嗖 他未耽搁 又接连甩出几道雷光符 伴着雷光符炸开 又在空中开出一片清明 赵云谋光入举 能清晰望见星辰 走 不等云雾聚拢 他便转身离去 楚乌双和天羽忙慌跟随 瞧赵云神态 该是寻到了出路 他们走后不久 有人到来 赵云感知的不错 的确是六个人 接蒙着黑袍 看不清面容 只知气息不俗 有属居中的那位 身侧竟有一象半生 这股气息 天羽 其中一人趴在地上 嗅了一番 给出了结论 睁个狗鼻子 嗅一下便知是谁 要知道 天羽身上是贴着遮掩服的 这样都能嗅出来 不用说 是一个超高感知性的午休 几人 居中的黑袍人淡淡道 三个 感知性黑袍人忙慌道 另外两人变不出来力 带路 追 是 感知性黑袍人硬着 第一个迈开了脚步 看来 他擅长的不只是感知 还有追踪 所以说 这一批外来者 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多半各有擅长 如此年纪 如此超高的感知型午休 大下都找不出几个 追上来了 这边 赵云又提醒一声 他虽非感知型午休 但有大地灵昼 地面和地底的玄机 也包括气息和人 他都能感知 只不过是 范围大小的区别而已 能做到这一层 足以自傲了 巧楚无双和天羽 都还不知哪跟哪呢 尴尬 两人无比尴尬 一个赤燕女帅的侄女 一个御龙统帅的孙儿 一个天宗的逆天妖孽 竟在大下的疆域里被追着跑 能不尴尬吗 主要是对方阵容不小 能不遭遇 尽量不遭遇 出类拔萃啊 赵云一声唏嘘 对方真是狗鼻子啊 他们走了 对方就跟啊 这得啥样的感知型人才 才有这道行 饶事他都惊议了 我说 你行不行啊 楚无双说了一句 老实说 天羽也想问 只因 他俩又见了那棵卦 实体的树 没错 又转回来了 赵云未答话 豁得定了身 还看了一眼四方 跑 怎的不跑了 魔物眼影的深处 有悠悠话语传出 话落 东南西北四方 皆有人影走出 不多不少 正好六人 牛逼 赵云唏嘘舌舌 对方竟能逃过 大地灵咒的胆知 若非如此 也不会被堵在这 是他太小看对方了 天羽 别来无恙 居中的黑袍人 悠悠一笑 大元王朝 天羽双目微眯一下 元商 真是荣幸 你竟还记得本王 居中黑袍人笑道 谁是元商 赵云小声道 大元八皇子 楚无双回道 地藏八重天 听知 赵云不由挑了眉 二十岁不到的地藏八重 他是头回剑 大元王朝也真够魄力 竟派这么个人才来魔狱遗址 大元八个皇子 数他最弱 楚双又补了一句 这话 自带一万点暴击 赵云听了又一惊 地藏八重还是最弱 大元皇族一窝子妖孽啊 这一点 大夏皇族就差点意思了 皇帝跟雨林皇妃 只一儿一女 一个大夏龙妃 一个大夏龙羊 一个被冰封 一个在边关 论子女数量 大夏皇族完败 多生几个啊 赵公子摸了摸下巴 脑洞大开了 严重怀疑 大夏皇帝的肾不行 那么漂亮一个媳妇 货真价实的准天境 没事就多上 床聊聊呗 聊着聊着 就能聊出个小家伙 嗯 粉嘟嘟 肉乎乎的那种 不过话说回来 若龙妃不遭变故 一人就能挑他们八个 九尾话 还是很牛叉的 五级属性 楚无双 元商嘴角微翘 看得自是楚无双 赵云都诧异 都蒙着遮掩黑袍 这货是杂认出来了 哦对 倒是忘了 对方有超高感知型的人才 八皇子 真够魄力 楚无双弹道 美眸多忌惮之色 大元的八皇子 不止修为高 战力也足够吓人 今日 注定大丰收了 元商笑着 目光放在了赵云身上 看着看着 他猛地退了一步 不止他 其余五人 也都如金弓之鸟 猛地一步后退 而且 都记了护体真元 本章完 给你